这是侯亮平和高玉良的首次正面对决 更是钟晓艾这个本身就不好惹 背景更是深不可测的神秘人物 首次表现自己的战斗力 侯亮平硬刚高玉良几乎毫无胜算 可这一次侯亮平有了钟晓艾的助攻 局面就会大不一样 侯亮平被停止反省 钟晓艾轻浮汗冬 准备找高玉良疑问究竟 俺家亮平到底哪得罪你了 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 不看佛面你还想不想继续干啊 所以钟晓艾一来 高玉良明显有点心虚 语言对决的关键在于掌握主动权 掌握主动权的关键在于先发制人 高玉良的这句开场白 就能起到先发制人的效果 我就问你们是不是来找事 正常情况下 你是不是要赶紧给出解释 希望对方不要误会 如此这般最起码在气势上 你就先输了一招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要怎么办呢 钟晓艾给出了模板答案 不承认不否认 而是直接提问 始终保持进攻态势 牢牢掌握主动权 把纠结和难堪留给对方 然后就是高玉良拼命给出解释了 谁也没说他一定就贪赃王房 就是停止反省嘛 这事情查清楚了 该干什么干什么 这有人举报了 而且举报人还是他发小 对对对 有报必查嘛 公事公办 小艾 这不能怪高老师 你看 还是亮平有度量 真惊不怕火炼 小艾 说实话 我一直到现在 都不相信 对亮平的举报 我这心里 纠结得很啊 我都能感受到 高老师内心的痛苦 心如刀割 是吧 高玉良虽然一副 公事公办的模样 而且给出的理由 也是合情合理 但侯亮平话里话外的讽刺 让高玉良始终难以应付 你要较真吧 人家可什么都没说 你要忽视吧 他明明就是讽刺你 这个时候就需要 吴老师出马了 你有老婆 我也有老婆 哎呀 亮平啊 何止是心如刀割呀 你知道吗 你停止之后啊 你高老师心里难受的呀 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 哀声叹气的 我没说错吧 现在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现在我继续给出解释 你总不会再讽刺我了吧 那好 且听我继续狡辩 这蔡成功举报了 举报才了 已经放在我跟鸡肠明面前了 你说我跟老鸡怎么办 再说了 这市检察院的小刚育统治 非常耿直 跟亮平一样 臭脾气 注意 高老师开始甩锅了 而且甩得让你无话可说 对你的处理 是我和季昌明 共同决定的 你不信我 还不信季昌明吗 更何况 负责这件案子的 萧刚玉和你一样 办案不留情面 我能有什么办法 面对如此说辞 侯亮平该如何反驳 不相信高玉良 就是不相信季昌明 谴责萧刚玉 就是伸手打自己的脸 亮平同志再次被玩虐 只能钟晓爱出马反驳 高老师 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 亮平这臭脾气啊 说不定高老师 这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给你个教训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像当年在学校一样 不断提出问题 永远都是掌握 主动权的最好办法 既然你觉得 侯亮平的脾气不好 那就有了教训 侯亮平的理由 我就问你是也不是 高玉良又紧张了 只能再次使出 最开始的一招 你看看 这两口子一唱一和 对付老师来了 刚才我们已经提及 面对先发制人 切记给出解释 否则就会立马落入 对方的拳头 可侯亮平同志 偏就一头扎了进去 没有没有 我们这是 在向老师请教 我现在还能教你吗 你看 侯亮平给出解释 立马被高玉良反制 又被对到说不出话来了 所以说 朱军 有错就得认 挨打要站稳 攀上了高知 就得时刻提醒自己 要认清角色 摆正位置 钟晓艾在 哪有你侯亮平说话的份 乖乖闭嘴 听晓艾同志 如何硬刚高玉良 那怎么教不了啊 高老师 您就把他当成齐同伟 有话直说呗 他是齐同伟吗 小艾 你不知道 这几个月啊 他一直追着齐同伟 做文章呢 别管高玉良说了什么 他是不是在给出解释 是不是在试图说明 自己为什么保了齐同伟 而不帮侯亮平 对侯亮平 能对就对 对钟晓艾 能解释就解释 这就是区别 这就是背景的巨大魅力 亮平啊 我一直跟你说 对齐同伟违规入骨的事情 不要查了 换作是你 我也得保啊 你说是不是 王老师 我把齐同伟的事告诉你 是为了他好 也是为了您好 要不是咱们之间的师生之情 我早就抓他了 你早就抓他了 可现在呢 人家现在在查你呢 长点记性吧 高玉良的意思非常明确 你不听我的话 那就活该被人整 现在出事了 知道来找我了 早干嘛去了 侯亮平又一次被对到 无话可说 钟晓艾再次接过话头 你看 你啊 你这就叫智商不低 情商太低 你闭嘴 听我说 你看我如何对 那高老师 您的意思是 齐同伟现在也和他们一块 在查亮平是吗 闻声细语道狠话 悄无声息伤命门啊 钟晓艾抓住了 高玉良的语言漏洞 直接问及了关键问题 你就说 齐同伟是不是参与了调查工作 你敢说是 这就是一次报复 你要说不是 那你就乖乖待在 防守的位置上 别想掌握主动权 高玉良能怎么办 只能耍无赖 哎 晓艾 我这么说了吗 局势立马反转了 攻守立马一防了 高玉良只能暂时退下 吴老师再次顶上 晓艾 我想你一定知道 你高老师啊 最得意的三个门生 就是亮平 陈海和同伟 说实话 你们几个 就像他的亲儿子一样 所以说 动了谁 他心里都受不了 当然 这句解释 谁也不会相信 但有了这句解释 就能将陷入尴尬的 高玉良拉出来 就能打乱 钟晓艾继续进攻的节奏 然后 吴老师为了避免 高玉良再次落入被动 改出了最为惊艳的一招 行了 我去炒菜 好了叫你吧 啥意思 高玉良最需要助攻的时候 吴老师怎么就主动 撤出战场了 吴老师离开了 钟晓艾还能有什么理由 继续待着 钟晓艾离开了 高玉良才能将 猴亮贫越到体无完肤 翻译一下吴老师的这句话 小艾 我去炒菜了 你要是好意思继续坐着 你就坐着 我不需要帮忙 这一招 几乎没有破解的办法 钟晓艾也只能被迫选择离开 你别瞎说 高老师你们先聊 我去帮帮吴老师 好了 侯亮贫要单独面对高玉良了 这场语言对决的走向 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高老师 我这次来 是真有事向您汇报 那就说吧 高老师 您也被人举报了 这是不是报应 钟晓艾虽然离开了 但侯亮贫的裤子依然干燥 而且有了这三张照片的夹齿 侯亮贫反倒占据了上风 一下打乱了高玉良的阵脚 此时的高玉良 还以为自己和高晓风的事情 已经泄露 顿时慌了神 只是高玉良很快就清醒了 很快就意识到 侯亮贫可能将照片中的女主角 当成了高晓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高玉良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那好 那就先试探一下侯亮贫 到底知道多少 你来跟我说说 你高老师跟高晓晴 到底什么关系 这得您来说呀 好了 侯亮贫确实认为 照片里的女主角 就是高晓晴 高玉良彻底放心了 可就算如此 高玉良也得给这三张照片 一个完美的解释 该怎么办呢 高玉良使出了一个狠招 原本侯亮贫打算用这三张照片 威胁高玉良 或劝其及时收手 或逼其停止对自己的陷害 而这份威胁来自两个方面 我把照片交上去你怕不怕 我把照片交给吴老师你怕不怕 而高玉良的这一招 算是斩断了侯亮贫的所有企图 这是哪来的 亮贫 有人放在我宿舍门口的 什么时候的事啊 三天前 那你怎么今天才来呀 三天前 你还没被停止反省 你收到照片为啥没来 三天后你被停止反省 你为啥拿着照片来了 很明显 你这是想威胁你老师啊 你这是想用这些照片 逼着你老师对你望开一面啊 求和就是求和 整那么多弯弯绕干嘛 好了 吴老师层面的威胁解除了 还剩下将照片交上去的威胁 我们继续看吴老师的操作 可笑 太可笑了 小儿科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梁萍啊 有人在陷害你高老师啊 雨凉 得罪人了 我相信 你高老师有这个心理素质 但是说实话 我看了之后 倒是真有点受不了 无限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无限 吴老师直接给出定性了 这是高玉良得罪了人以后的结果 一个可笑的无限而已 有了吴老师的坚定信任 三张照片的威力 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是 朱军 我们今天的重点 并非论一个好老婆的重要性 而是强调 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什么时候要闭嘴 因时间地点和人物的不同 而给出不同的话 语言的重要性 我们心知肚明 有人将其视为传统文化之糟粕 也有人将其视为阻碍发展之垃圾 但同样一件工作 会说就能变成成绩 不会说就可能变成包袱 不管怎么样 自己行 才能影响别人 乃至影响整个世界 所以 朱军 请放弃那些所谓的躺平的无奈理由 继续学习吧